近兩年因為疫情關係 過去偶像經常舉辦的簽名會 改為線上視訊方式進行 成為粉絲們唯一能與偶像單獨相處的方法 而泰妍15日舉辦線上簽售活動 與粉絲進行交流途中卻出現意外插曲 日前有位參加簽售活動的粉絲 在推特上發文表示 自己與泰妍視訊期間 威賢突然出現在鏡頭前對著鏡頭打招呼 由於簽售時間每次只有兩分鐘 讓該名粉絲忍不住抱怨 就算你不這樣說我也很愛泰妍 你自己也做過視訊通話 只有兩分鐘不是很長的時間 移密了解這對粉絲來說一分一秒都很珍貴 到底為什麼呢 相關推文隨即在韓國論壇上引起討論 有人認為龜賢是出自好意 但也有人認為 粉絲一定是購買了上百張實體專輯 才能贏得與泰妍對話的機會 批評龜賢打斷泰妍和粉絲對話的行為 不少網友也留言寫下 兩派不同的看法不曉得大家怎麼想呢 紅色牙貓 紅色牙貓 全現成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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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年 二次合遵的人 他們不知道 像以為 日